我是志明 我是狸貓 今年5月我們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辦了一場簽書會 所以我們就順便去吃了榴槤 我們已經在吉隆坡的飯店了 等一下會有兩位神秘人物 要來找我們 有沒有神秘啊我覺得他們一定 很多人都知道他們 因為他們是馬來西亞這邊很紅的創作者 彤彤跟Cody 然後我們順便會叫他們帶我們去吃榴槤 他們快到了 掰掰 彤彤和Cody帶我們去吃充滿馬來西亞特色的美食 吃飽後就帶我們去尋找榴槤 等一下要吃貓上的榴槤 最厲害的品種 是很香是不是 就味道最濃郁 最濃郁 好可怕 我們現在到一個榴槤車站 榴槤車站 榴槤車站 很像明榴槤 它榴槤很少耶 因為我擔心是賣完 我去前面的 好啊 好啊 你們三個都很喜歡榴槤 超 我們是超賣 你說超喜歡 超賣 你們三個都超賣 我只要吃我就知道是什麼品種 啊 最厲害的 好厲害 聽說這邊有最厲害的品種 叫什麼 貓山王 但是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貓山王 是給真的很愛很愛吃榴槤的人吃 因為它味道很濃 因為它味道很濃很重很苦 是什麼味 很苦味 它是有一點苦的 就一年就只有一個季節才吃而已 蛤就這個季節啊 對 85塊 總共滿了兩盒 它其實是冰冰的 可是這個是要冰的吃還是 我家啦 我們都會喜歡冰的吃 我覺得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心理調適 你不能一直把它想成是可怕的東西 對對對 我們像是一個剛出生的兩個小孩 現在有一群大人跟我們講說 這個很好吃喔 這個很好吃喔 趕快吃喔 所以我們現在是從小要吃這樣東西 好的 然後用這種心態來吃 喔 但其實真的是很好吃耶 吃這個一定要喝水 所以你們吃這個也會喝這個 不一定就擺開水 這個是要不用的 或者是我們用那個流言的殼 來裝水殼 因為不然那個味道 你想要嘗試的話也可以 你說手的味道 對手的味道會超重的 不要不要 你可能要兩天才可以洗得掉 兩天 那我明天簽書味道 對 那我明天簽了每一本書 而且吃這個的話 嘴巴一定會有味道喔 就是明天講話都會有味道 會嗎 會嗎 早上起來刷牙刷不掉的那個味道 真的嗎 那我先吃嗎 來好你先吃 你可以先挑小塊的吃吧 其實這個都蠻小塊的 這很小 這都蠻小 怎樣 榴槤的味道一直很 我覺得聞起來很特別 它就是 聞起來很像鹹的東西 對不對 聞起來有一個鹹味 對我們來說是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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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印象是不是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有這麼誇張 這是直衝腦門的味道啊 直衝腦門的味道啊 真的就對我來說 他們對榴槤跟我們對 臭豆腐的感覺 我覺得有點像 就是台灣人普遍喜歡臭豆腐 他們這邊很愛榴槤 但是外國人普遍 比較沒辦法接受 大家在那邊吃都吃得好高興 看這個很開心 就是馬來西亞人都很愛 因為榴槤 算是便宜的水果 會來吃榴槤 真的是偶爾 欸這樣我們這樣兩盒 就85塊 對啊不便宜啊 85塊換掉的台幣是 一千 快一千台幣 快一千 好貴喔 你們待會不要浪費掉 我先不要吻 我先不要吻 好好好停停停停 你可以嗎 你要挑戰把它吃完嗎 沒有你要把它想成是好吃 我沒有在演喔 我覺得很神奇耶 看到 第一次吃榴槤 我覺得 我們沒有經歷過覺得難吃的 我覺得他們吃榴槤是種娛樂 我真的不行 我現在一直在流口水耶 就是 想要趕快分離掉那個味道 好像很近耶 你都很OK嗎 我在試著喜歡它 它就是很像 它就很像鹹的食物耶 我吃起來不是甜的啊 不是甜的啊 我吃甜的啊 這是鹹的啊 它其實有一股 它有一個很像蒜味 我可以吃一個嗎 你可以吃嗎 好你吃 接下來都是你們的 我們只會吃這個 我只吃一口 我等一下再吃這個 不是甜啊 很甜嗎 你不要把它想成是榴槤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個 譬如說現在上來一道菜 它很甜啊 它是鹹的 可是那你覺得好好吃 是不是有點淡定 對你很淡定 就是 是一個 我如果必須要吃 我如果今天不吃 我就會死亡 我就會把它當成藥吃下去 但是 如果是我走在路上 逛夜市的時候 我突然想要吃東西 我不會選擇它 的食物 我覺得我好像 沒有覺得那麼 好像好一點的 你們大家都覺得我是怪的 我真的覺得 好像 沒有原本想像的那麼 可以接受 因為它有點像 就那個布丁之類的 布丁喔 是布丁嗎 我吃完它了 你好厲害 好重喔 挑戰成功 好重喔 你比較遠一點 你以後會想要買來吃嗎 我覺得這很適合當那個 懲罰遊戲的那個 我會很樂意接受 我會很樂意喔 他們就是很想要輸 我會輸掉 是不是 我剛剛真的如果再吃第二口 我真的會吐 我是說真的 你來看你的眼睛 我真的沒有在演戲 我以前也是這樣的 小時候吃就是直接就吐出來 我們其實 在家裡不是這樣子吃的 就是不會帶手套 我們是直接就是 拿榴槤 拿一把刀 就直接砍 開 然後大家一起吃 做完之後我們會拿榴槤殼 用榴槤殼來喝水 據說榴槤殼是比較良性的 所以喝了就會降火 這樣子 因為榴槤肉本身很燥 如果你不會喝血的話 可能第二天你會喉嚨痛啊之類的 真的會喉嚨 讓我喝多喝一點 你沒吃很多吧 這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多的時候了 這也是我這輩子吃最多的時候 所以我剛剛 我剛剛吐出來 原來椰子的肉是 凍狀的耶 像果凍這樣子 是好吃的 榴槤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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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榴槤好厲害 我覺得榴槤可以當武器耶 確實 頭放這樣 榴槤那個炸彈 然後是放出那個霧這樣 然後像你這樣子 就會開始吐了狂吐 沒有辦法繼續作戰 真的沒辦法 看起來好像很無害 看起來很一般啊 我們把它想成是 香草口味 很像檸檬冰棒之類 嗯 吃貓桑萬歲 嗯 貓桑萬歲 等一下好吃嗎 貓桑 嗯 哇 你不要一口啊 怎樣 榴槤味沒有那麼重啦 這樣 欸 這樣舔還好 你要咬下去才有感覺 哈哈哈哈 太有加了 感覺辣 所以我想可以接受 可以 又不一樣 最後一秒不一樣 我來了 我試 我試 比剛剛那個好一點 我不要不要 我休息一下 哈哈哈哈 等一下我帶水 休息到現在 我帶水 比剛剛那個蛋對不對 蛋 可是它的榴槤味還是很重 它也很濃欸 對它也很濃 它只是因為那個冰的溫度 讓你覺得好像沒那麼 對對對 它說它是濃的 它假裝成冰的樣子 其實它還是一顆榴槤 真的嗎 是 它還是一顆榴槤 它只是假裝 聞起來的時候 你咬下去的時候 你也不覺得是什麼 奇怪的味道 聞下去了 你這樣深度咬的時候 就會發現它是 我覺得你直接 但我覺得它比 我覺得咬這麼小一口 感覺不到 對啊你要咬大口 你咬一下 沒有沒有 不要不要吵 它有味道啊 不是 你這樣一點點的話 你就會單純吃到它是榴槤的本身 但是你咬下去之後 你就會感覺到它是冰 真的嗎 對啊 你咬了嗎 你咬了嗎 因為你咬下去之後 你就會 等到你發現了之後 已經來不及 它就是融化成那個 一群 榴槤 真的來不及 小心小心 你咬下去 我可以接受耶 其實我可以接受耶 我覺得你已經 又可以彈彈彈彈彈彈彈 會吃榴槤 我會吃榴槤啦 真的 你今天又更濃郁了 這沒什麼 我 這不行 我這不行 你喝水 我現在要把它吃完耶 我要跟我媽講 我媽又覺得很驕傲 兒子可以吃榴槤 這邊好可怕喔 這邊好可怕喔 他說還有一種東西 叫做榴槤自助餐 對 榴槤自助餐 榴槤最旺的時候 馬幣25塊 就好像我們現在這裡這樣 這邊其實也有做 但是因為現在不是季節 所以沒有 你就坐在這裡 你給它25塊 你就吃到飽 隨便吃 你隨便吃 一整顆也可以吃 你吃幾顆都可以 吃到你飽 25塊 剛才沒有講到 就是我們其實榴槤 有哪裡在配飯吃 配飯吃 配飯吃 不可吃 白飯 就像泰國人 不是有芒果糯米飯嗎 對 就像那樣子吃法 對 但我們是配白飯 至少 今天算是有挑戰成功 好了挑戰 真的 挑戰到 我啦 我的部分 你沒有啊 我才是吃一口那個 冰棒啊 沒有我其他也有咬進去啊 你不能把我忽略我的痛苦 有咬了一口 被攻擊 謝謝兩位陪我們來吃榴槤 謝謝他們帶我們來 來挑戰吃榴槤 雖然我只吃 吃 我們可以帶你們挑戰一百姓 我們會很開心 你們很開心 是不是 哇你們全部吃完了 他們全部吃完了 太厲害了 我們來介紹一下他的 他的弟弟 他弟弟 你幾歲 你幾歲 55歲 還有Youtube Andro Lee 然後他很愛吃榴槤 他超愛吃榴槤 我們剛結束簽書會 然後還是謝謝 這次有來吉隆坡簽書會的每一位 有從新加坡來的 又有從北馬 又有從南馬 四面八方來的 然後大家都開車好久好久來 真的非常感謝 謝謝每一位 希望這支影片大家會喜歡 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按左上角的訂閱鈕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記得分享 然後留言 我們要吃東西了 我們要吃東西了 好了 希望以後還可以 有機會來吉隆坡喔 大家掰掰 掰掰